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有些那种塑胶的那种那种的一些容器 那容器就会说可以microwave 其实我不知道台湾我们台湾同胞用microwave 就用微波炉的这个比例高不高 但是身为在北美的人用微波炉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没有人家里是没有微波炉的 但那我回来台湾我也有买 总之就是你用那种塑胶制的那种写着可微波的 放到微波里去微波还是不OK 还是不OK 我本来不能说不OK 因为他的研究也并没有说这真的是不OK 他们还在做进一步的study 但是我们所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塑胶事实上是会有微粒子 被经过微波后散播出来的这样子 所以他标题说的study uncovers disturbing side effect of using microwaves 所以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非常觉得很disturbing的 令人觉得有点疑郁的一个副作用 使用微波的副作用 然后他说这应该是一个大家的wake up call 大家醒醒吧 要警醒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马上来看一下他这里说 他会放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所以他说反正就微波一下 这个mentality is unleashing horts of tiny plastic particles 这里有horts of something 反正就很多的一个什么东西 他算是一个就量词这样 horts 其实horts也有像如果你有玩过 魔兽世界的话 魔兽世界里面有分部落跟联盟 这两个不同的这个大流派这样子 那就互打 那部落就是hort ok for the whore 就是为了部落这样 那总之hort就 那像我们讲说一群 什么东西好像也可以用hort 不过如果是四只脚的 多半是herd就是 不是hort 好这个不扯太多 所以很多的这个plastic particles 所以塑胶的小粒子 more than two billion nanoplastics and four million microplastics per square centimeter 所以超过了两百亿 因为一个billion 对不起 应该是二十亿 一个billion是二十亿 所以超过了二十亿 超过两个billion的这个 nano plastic 那nano就是奈米 所以他有micro跟nano的分别 nano超多 nano是二十个 二billion 二十亿 而如果是microplastic 的话就是四百万 所以你放塑胶的东西进去 就会有二十亿的nano plastic 以及四百亿的microplastic 然后这是每一公分平方 per square centimeter 一公分平方 就有这么多 吓死人 真的是 OK 那重点是他们还不知道 这个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身体 they don't yet know for sure how these synthetic materials are impacting our bodies they don't know yet 不知道这些合成的一些东西 会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的身体 还不知道 来我们还有另外一些要说的 所以 他们用了什么来去做测试 好 所以他们用的是一个 那个美国食品药管理局 和可的塑胶的小baby用的奶瓶 所以这里看到了 所以他们这个team they microwaved FDA approved plastic baby bottles as part of a study that began in 2021 所以是两年前 做了这么一个 FDA和可的 plastic baby bottles 来去给他微博 结果呢 结果就是发现小孩 会摄取到microplastic as a result wow OK wow damn 所以总之就不要用塑胶东西去微波了 真的 OK 好 下面还没讲完 来我们再看下去 所以到底什么是microplastic 或者是什么是nanoplastic 所以 they are miniscule plastic particles that have been found on the earth's highest peaks and deepest oceans 所以其实也就是全世界都是这东西了 因为它就是会可能会变小啦 会分解啦 那虽然说它不能够完全的分解 可是它还是分解的蛮厉害的 然后就是我们世界的最高峰以及海洋最深处都找得到它们的终极了这样子 OK so they can be found on the earth's highest peaks and deepest oceans 这样 然后呢 它说就是高达77%的人去做测试的话 就发现它们血液里面有microplastics 所以你我大概都应该有 再往下看 so some microplastics are made from PFAS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是后面有一个补充 所以有一些microplastics是由FPFAS做出来的 那到点后它就补充了 commonly called forever chemicals because they take a long time to degrade 所以有一些这些塑胶是用 它们简称为永远的化学物 forever chemical 因为它们花很久的时间才会分解 所以这个化学上的分解 我们用degrade是可以的 那么常看到一个字就 什么东西是可以生物分解的 我们就叫biodegradable OK biodegradable 还可以叫biodecomposable 我也是看过 不过这个词好像越少越看到 好 所以它扣喊这个时间它会degrade so the government estimates PFAS to be in the blood of up to 97% of Americans 政府估计就协议里面有PFAS的塑胶的 美国人高达97% 好 然后重点 下面又看了 the experts are still studying how microplastics and PFAS 这个词我一直卡住一下 因为这四个字母还真不好念 so they're studying how microplastics and PFAS impact the body the body不是body 对不起 but common sense suggests it can't be good 的确 我们尝试也知道 这不会是多好的事情 你摄入了这microplastics 到你身体里乃至于进入你的血液里 怎么可能会好吗 对不对 所以现在跟大家说 就不要再把塑胶的东西 塑胶的容器拿去微波东西了 我们知道铁有金属的东西是不能进微波炉的 因为它会 它等于说会反射它的那个波海三小 微波炉会坏掉 那所以金属的不行 可是我们一直都有被告知 告知 那个塑胶的 有些塑胶是可以的 可是现在似乎就是说不行 因为连FTA approve过的babybottle都不行了 那其他那种容器我相信真的是不行的 所以真的要用microwave的话 用磁的进去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想 用ceramic的制成的 好 所以好糟糕 所以分享一下这个新闻 希望你觉得这个是有趣 或者是可怕 总是对你有帮助的 我们下次见